Hello,大家好,我是C股炼,欢迎来到今天的炼仔怎么看 今天这一集就特别小小,跟大家讲一下23条 23条就在昨天晚上通过了三读,接着将会在23号正式刊献 虽然我不是23条导师,我就是国安法的导师 不过我都觉得我有义务作为一个拍片的人 是用一种清晰人性化而入口的方式去告诉大家 究竟23条通过了之后究竟会是怎样呢 因为由现在甚至乎过去一两个月开始 有很多人已经是就着23条做事了 不断抹黑23条,用23条去散播恐惧 就算你跟我一样都是普通人都好 他们是希望吓到你可以离开香港 又或者就是说,无论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而选择留在香港 都要吓到你生活得坐立不安 所以就算YouTube不喜欢这条片 我是贴钱拍片,甚至会得失部分观众也好 有些事都要跟大家讲清楚 让大家不要害怕23条 实际上就是说,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是零影响 如果我很沉悶地和大家读法律的话 没意思的 例如说,有哪几条罪名,哪条罪名可以坐多少年 其实可能大家听了一分钟就走的了 所以这次决定生动点,用20条的情景提 去和大家看看,究竟怎样做才会触犯到相关的法例 甚至乎有些例子,天马行空很夸张 最主要都是一些立法会议员在进行辩论的时候 去问邓炳强,去问其他官员的相关事情 抽出来和大家去看看 因为现在真的太多人在随意搞抹黑了 甚至乎是说,我一两个月之前都被人搞了 因为已经是有人预知到,好像我这些人一定会出来去帮手解说23条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后面那些背后力量就相当之厉害 很想透过23条去抹黑,然后去搞到人心惶惶,然后再去搞坏香港 还有,有些会拿出来抹黑的地方就是说 23条通过了之后,如果有内地旅客,他们行为不检点,他们没有公德心 他们破坏环境,他们滋扰香港居民的时候 为我作为一个有公德心的香港人,我去制止他两句 我又是否煽动仇恨呢? 会不会因为我挺身而出,叫他不要乱抛垃圾,叫他不要随地吐痰,然后我要坐牢呢? 所以就逐样逐样跟大家说,其实今集我会尽可能生动有趣跟大家聊天分享一下 在节目开始之前,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扫描隔离的二维码,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还有记得按隔离的钟仔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逐条逐条去看,选委界的管号名就问 如果有人家里有《苹果日报》的旧报纸,是不是属于管有煽动刊物呢? 邓炳强就说,需要有合理解释,例如说 这份东西我放在这里很久,都不知道放了这么久,目的不是用来做煽动的话,都是属于合理的辩解 其实这件事很合理,虽然我知道大家都很少再看紙本的报纸,即是我也很少再看 但是,紙本的报纸确实很小好用,例如说一些装修行业 每逢装修就一定会铺很多报纸在地下 甚至乎我自己去过五金店买东西,有时候买东西都是用报纸包给我 有时候会有些五六年前的报纸,就一点都不奇怪 万一里面有一两张《苹果日报》的话,是不是代表有很多装修佬即将要坐牢呢? 其实最重要都是看个意图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家里会有草够报纸的习惯 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不用说 我找一下有没有《苹果日报》,免得要坐牢呢? 又或者将来你会不会得罪人,人家特意涉份《苹果日报》在你家再报警 其实这一招的栽装是行不通的,因为最重要都是看意图 好了,第二个问题,叶楼淑宜就问了 如果有人在气球上印有煽动文字,放气球是不是属于煽动呢? 如果弄了一个有煽动意图的雕像,但是没有文字,又是否属于煽动意图呢? 邓炳强就说,如果有人去放光时气球,那当然是属于煽动意图的一种 至于製作有强烈煽动信息的雕像,也有机会是属于煽动意图作为 即不是说我没有那几个字就当没事,这些都要交给官去看 其实你搞那些什么煽动文字气球,和你之前那些什么贴辉春 拿着环页周围走的那些,其实都差不多了 不过好老实说,这一件事虽然以前有人敢做,不过 在刚刚先那一年,即23条还没有的时候 其实都很少人在做这些事了,就算有,有些人穿买暖七八糟的衣服也好 就是被人拘捕的了,就不是说因为未有23,所以这些人就神行太保,不会的 好了,第三个问题,是经文联的林建峰他问 就说,对于政府政策提出反对意见,又是不是触犯条例呢?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煽动意图就绝对不妨碍市民表达意见 也都不影响社会是批评政府,香港就需要不同的声音,表达得无论多激烈都没问题,反而还很欢迎 但是,如果这些言论的目的是为了挑动情绪,破坏安宁的话,那就有分别了 这件事很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到我的嘛,如果你有听开我都知道 就算我是爱国爱港也好,你就看看今年那份财政预算案,我也有出声骂的 因为有很多观众,甚至乎包括我在内,荷包真的受到影响 所以我自己也是有那句说那句 我不会拍手就说,哎呀,起刑政府就差香减免取消,什么什么取消,不会的嘛,是不是? 所以我有不满,我都是照常去表达自己的不满 不过,表达不满还表达不满,就不是说说完这些东西之后就叫大家 哎呀,政府搞到我们这么不开心,我们一起去哪里吊头,不是的嘛,是不是? 亦都不会说,哎呀,因为财政预算案太差,所以我们就要下街去搞些什么 所以对我来说,我有什么反对意见,我都是会照说的 所以一般市民,你正常在Facebook那里说话,是不需要担心的 当然你有煽动意图,又说叫人去不知哪里聚集集合的话,就另一回事啦 还有,真的因为煽动意图要去捉人的话 要捉都捉了出名的人先啦 什么时候会轮到这些小市民啦 还有你看我,我不是又是继续在说话 不过当然,我就远远未及那些大台的影响力 所以在这方面,不需要担心的 即是你说我,你猜我说得少那些评论政府政策的东西吗? 即是好像政府说切辣椒,其实我都说过我不喜欢的 我觉得切辣椒将来后患无穷的 那说完我现在又是继续坐在那里 好了,下一条了,民建联的陈克勤就说 19年的时候,有不少黑暴是针对国内的同胞 究竟是属于歧视,还是引起憎恨呢? 邓炳强就说,煽动意图就不是说歧视 就是看你不起这么简单,引起憎恨是更加严重的 其实你说看不起内地同胞 有时候你不要说看不起内地同胞 可能你身边有个人比较窮,你都看不起的 这些其实有时候连歧视都不如的 就算你说真的去到歧视这个level,评机会会出声的啦 如果评机会不出声,又没有受理,又没有去进行执法的 更何况就是再上一层的引起憎恨呢? 所以这个level真是很高很高很高的 你首先见到凭机会出来做事先啦 不然老远你都去不到那个所谓争恨的地步 第五条,A4联盟的杨永杰,他就说 意图引起香港特区居民间或者中国不同地区居民间的仇恨 或者是恨意敌意的定义是什么呢?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这里就不是说私人恩怨 而是说针对着社会不同群体之间 例如在早年部分新界区的香港人就认为 自由行的旅客对于香港人造成滋扰 接着就针对了全部由内地下来的旅客 这些是属于明确的一个群体,试图挑起仇恨情绪 大家要知道,私人恩怨是没问题的 即是说有个别人士破坏治安,骚扰别人 你是有权去报警,亦都可以作为一个公民去行使自己的权利 亦都可以评论这些部分的缺德行为 但是如果你想着单单由一个人的恶劣行为引伸到一群人 就叫大家一起去针对所有人 当你想着一触光打一船人的时候 而且具有一个煽动意图叫大家陪你一起去这样做的话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因为其他的旅客是无辜的 但是有些人硬要拉一派打一派 这就是煽动仇恨 所以只要你发现有些人想大包围 要针对内电人怎么怎么怎么的话 这些大家就需要留意一下 第六样,叶柳问公众利益的辩解 有没有其他可行的方法之后才披露呢? 接着他就说,例如武汉医生李文亮 他作为一个吹哨人发现了新冠病毒 究竟他应该先跟上司说 还是他可以直接说出去呢? 保安局的副秘书长就说 这一个人要合理地完成所有步骤 在披露之前要做的事都要做了 就不可以说 动一些就说公众利益就可以把所有的政府机密爆出来 其实这个问题就跟我们没太大关系 因为我们普通人又几可可以接触到国家机密 这些是属于比较高层次部门的人 他们就要去想 资讯公开的时候的程序将来有些守质 他们要做得严谨一些 好了,再下一个问题 又是A4联盟的杨永杰 他就说,如果有人意外执到国家秘密文件 如果保留又是不是属于已经违反了国家秘密罪呢? 林定国就说,罪行的要素是明知有关内容是属于国家机密的 如果不觉意执到就不会是明知 如果你看完内容你发现是国家机密的话 按照常理就应该尽快交给有关当局 就不是乱丢进垃圾桶又或者交给其他人的 这方面又真的跟普通人没什么关系的 你怎么会无端端在街上执到国家机密的 又或者你说我是的士司机 我是小巴司机 有人留下了一份文件在这里 虽然正常握着国家机密的人 怎么会坐的士 当然是坐政府的专车 但就算有这件事发生也好 你自己交去警网,下一个名字就没事了 还有这样说,如果你收到其他人的文件 就算那份不是国家机密也好 例如就是说 人家医院份报告 人家医院有几百个病人的身份证、地址 你收拾了,你不交去警网,你自己收到的 我不知道你用来起底还是怎样 其实都是犯法,不过是告第二条罪 所以收到一些看上去文件的东西 就自己交去警网搞定 第八样,民建联的周浩鼎 他就说 如果有公职人员因为个人原因而发放了确讯是真实的机密文件 如果这个人没有危害国家安全意图,究竟他会不会受到免责的保护呢? 保安局的副秘书长就说 违反了公务员守则 也都违反了指明不论该资料文件是否属实 该人职属犯罪 就是这样说 那个人应该不会涉及23条相关的条例 但是在公务员守则当中 你这样去涉物本身都有其他罪给他 例如说 会不会有可能是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呢? 所以只要你流出了一些政府文件的话 无论如何都是有罪的 不过参加就是说 是A要条罪 还是B 一些轻点的罪名 第九条问题 去得都很快 叶柳就问 如果有公职人员上网吹水就说 政府将会每人派三万元的 但是政府不派 到了最后 是等于令公众期望落空 究竟算不算是违法呢? 邓炳强就说 虽然是不违反23条 但是也会违反其他条文 例如公务员守则 其实都是一样的 好了 之后 A4联盟的杨永杰就问 如果有些农友 收钱去到军事用地等等的禁地外面拍摄 而不知道对方是间谍 即使绝对没有危害国家安全意图 但是担不担心违反了间谍活动的罪行呢? 邓炳强就说 如果你在门口经过 单纯拍照就没事的 其实拍一下门口的那些当然没事了 但是你好像看美斯长波那样 有些人付钱 特意爬上山的 高空去拍高空去看的话呢? 如果你特意爬上山去看别人的 军事基地演习 操统统统员 拍下别人的军官的样子 了解一下别人的什么编制那些的话呢? 这些就不用想了 就算你说你没有危害国家意图 但是你做的事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话呢? 很简单的 到其时查一下他拍过什么照片呢? 一清二楚的 至于你说拍一下大门 去一下旅游 打一下卡的那些 大把人都敢做了 所以 无需让人跟你说两句 哎呀你你拍了他? 他哪个? 他官来的 你死了你死了 没那么容易就叫做中招 好了继续看下去 民建联的王英豪就说 与间谍活动相关的罪名当中 联名军火的种类 一些激光炮等等的先进武器 没有放在里面 究竟激光炮这些又算不算是武器呢? 邓炳强就说 虽然激光武器暂时就没有列明在条例当中 但是 条例里面写了 任何可以用在战争或者发生冲突的物品或者装置 都可以包括在内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你说香港打仗啊什么什么的 那些没什么机会 好了 接着这个又关我们小小事 民建联陈克勤就问 一些已退休的公务员去邀请一些在职公务员提早退休或者移民 又算不算是涉及善惑叛离呢? 邓炳强就说 退休就正常活动来的 有迟有早 视乎个人的生涯规划 其实你说 我不上班而已 不上班和放弃特区效忠是两回事来的 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不上班所以抓你坐牢的 如果是的话 香港也有很多隐称的嘛 那难道你抓了他吗? 你不会的嘛 还有 林定角也出来补了一句就说 不打政府功 不是放弃对特区效忠 一定不用担心 在这里补多两句先 之前我在联登看到 有些人在这里煽动就说 过了23条之后 你打算叫你公务员的朋友移民 立刻抓你 其实这些就浪费了 一个人他的个人计划 政府怎会管你呢? 难道他妈妈不喜欢儿子做公务员叫他辞职 抓了他妈妈吗? 但相反 如果有人是煽动一大班公务员不上班 从而他们的目的使得政府瘫痪的话 当然是中了这些 但是你说 不是呀 我爱国有份很正的人工给你 那另外一回事 这就是 政府份量少 他觉得 觉得少 你自己跳槽很正常 是不是? 还有个别的公务员 你不想上班就不想上班 你说那些什么代通资金 什么做事首尾 那些 有什么拗叫的 就是劳工处建 那真是 不会说太多东西都会能够关到23条市 这些浪费 还有 香港是一个容许自由出入境的地方 所以 才有那么多人 他们喜欢去英国 就去英国 去加拿大 就去加拿大 你想想 你叫做和一两个朋友介绍一下外国有多正 他们听了你说走就走 不会说有人是犯罪的 好了 下一条问题 当有人加入和中国交战的外来武装力量 将会是犯了叛国罪 那究竟是不是一踏进了这些组织就代表犯罪 就并不需要考虑意图呢 林定国就说 如果你是自愿加入这些组织 行为反映心态 主动加入的话 就不需要说了 背后已经包含了意图 这些又是太过离地了 真的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因为香港人 其实你说要去当兵 你说要去英国当兵 你说要去哪里当兵也好 其实没那么容易 700万个人里面 没有记错 才只有一两个人 是成功去到英国当兵的 甚至乎就说了 香港人想当兵 暂时都好像没有这个先例 所以这些就不需要去担心 好了 下一单 不是下一单 新闻 下一个话题 经文联的盧伟国就问 如果我知道另外一个人已经犯正在犯 即将去犯叛国罪 需要在合理设实可行的范围里面 尽快举报 何为合理设实可行呢 邓炳强就说 视乎个别情况 知道你便走去警网 林定国就说 用常理理解的速度 就不会说 你想辞一秒 原来车车上去 你不跑楼梯下去 就会去拘捕你 就像报警那样 你急的就是打三条狗 你不急的 你说 有点肚痛 去完厕所才报警 这么久以来 大家 凭着常理去看 你都没有说见到有人 因为去完厕所才报警 然后 这样都可以被人告的 所以 这些案子按照常理慢慢来 如果你说 不是 我知道这个人即将叛国 我等了三个月 我都不报警 最后被人查到的时候 你就要自己去想 怎么跟国官解释 你三个月都禁不空 三个月都要上班 这样 你就自己解释 好了 下一条 新闻党的黎动国就问 警方就不需要向被捕人 因为23条 而被捕人 提供延长 机留申请书 究竟是否符合香港的人权法 如何确保被捕人 可以作出有效 又或者是有利的抗辩 律政专员那边就说 申请书的内容 可能是涉及敏感 又或者 亦需调查的资料 林定国就说 程序里面 是会有加入法院 作为角色 不是执法机关 独行独断 所以 这些 已经是说 被捕人之后 如何去处理 其实这些 真的跟我们普通人 没什么关系 所以这些 都没什么好评论 然后叶刘淑宜就问 如果跟潜逃者 离婚之后 离婚分身家 是不是 之后 等于有机会 处理到 叛徒人士 他们的资金 是不是 究竟是否算是犯法 邓炳强就说 未必违反了 禁止提供资金 或处理资金 等等的 条例 但是 如果伴侣 是有 教唆 或者协助的 罪行 的话 都是会去处理 等于就是说 不是因为你犯了相关法例 变相 原来你离婚 别人都不敢 和你分身家 那就不会有这些 情况出现 另外 法案委员会主席 廖长江就问 如果 我自己在香港 我租楼住的 我看电视 才知道 原来 业主是 潜逃者 究竟 租户 又需不需要 漏夜拖劫 离开住所 还是 有时是说 因为你住过在 因为你交过租 所以你 就已经是 支持 这些罪犯 判回10年 或者终身监禁 另外 黎棟角都问 如果酒店向一些 潜逃者 出租房间 又是不是 违法 因为酒店的 客人 众多 不代表 前台 是要包揽了 整个列号 在脑子里 所以总会有机会 是说 有人 喬心打扮 然后过来租房 说不小心租了给他 为什么 最后回复 就说 草案 切有特权受许 有些 真是无辜受影响的人 可以向保安局局长 提出 特许 然后 邓炳强 都说 如果是一些 你不知道的 你真是无辜的话 不会被视为 违法 所以都是那句 没那么容易踩雷 就算人家特意 给你踩雷 也好 凡事都要讲证据和意图 如果你说你正正常常租的单位 一万元租 那当然没事 但是如果 这个单位 又又又 劏房 又煤又臭又细 但原来 你用一百万一个月去租 这些 摆到明 就是不合理的租金 有机会 就是说 透过一种 间接的方法 去赞助 这些 衰人反中乱港 这个 就是另外一种 说法 但是 你真是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租到的单位 又哪有可能出事 其实 大家活在香港 这么多年 你都很少看到 有这些 真是这么无辜的冤案 出现 对吧 对吧 好了 接着 就去到 就是说 那些 骚扰国安人员的事情 经文联的立法会 议员林建峰就说 如果有人情绪激动 爆粗 那又算不算是 滋扰那些人员呢 因为 你滋扰那些 国安人员的话 其实要判 是说 不知道五六年 这样的 究竟是不是 说 真是不小心 对着他们 爆粗一两句 就要坐五六年 因为香港的 有时候你上网看一些 你都见到 有些人是对着警察爆粗的 爆完粗之后 都不用坐牢 会不会就是说 对着警察爆粗 或者没事 但是对着国安人士 不小心说那句粗口 突然之间又要拘捕又要锁 都是那句 激动都要看情况的 还有 都要看意图的 因为说粗口都有分很多种的 究竟是 你好生气 或是你想羞辱国安人员 还是说 他根本没有教养的 所以他三句不离粗口 这些都是要用常理去分的 好了 去到最后一条 新闻党的立法会议员 黎动国就问 囚犯如果不满意 请教署长拒绝减刑的决定 感到受到屈辱 可不可以上诉呢 接着那里都回答 如果囚犯符合条件的话 署长就会决定可不可以提早释货 署方内部就有程序 囚犯 随时都可以选择上诉 总之过了23条之后 马照跑 没有照跳 其实 有了这些法例 是叫做更加安全 去保护香港 只要 你根本从来都没有想着犯罪的话 其实就没事 还有这些罪 我估计 我估计的门栏应该很高 就像国安法 最后有些人又在吹 又说什么 哎呀 见到阿sir不敬礼又国安 说几句话又说国安 实际上根本国安就没有这样濫捕过了 是不是 也不是说因为你黄小小所以就被人拘捕 没有的 所以大家就见到 根本就是天下太平 但是 立了23条是安全点 不是不代表那帮 虽然不做事 虽然 仍然是继续暗地里做事 不过他们不会再是那么明目张胆 可能会用一些阴阳怪气的方式去决定做事 总之就其实没什么特别 也都没什么好害怕 不过当然 23条能够通过 其实是说 在2014年 在2019年 20年 背后都有很多英雄 就出钱出力 应该不是出钱 说错了 是出力 例如去收集市民的签名 然后 有些当时是议员的人 就会去推动一些法案 引起公众关注 其实真的有很多无名英雄 在这件事后面出力 不是说单纯昨天有帮人 开了12个钟头会就算数 其实是由很多人用了很多年的时间 慢慢铺牌 慢慢堆积 最后才能够成事 总之 过了23号之后 23条正式航天 麻烦香港政府 就要整好经济了 因为 之前经常说 我们要国安 我们要国安 好了 国安搞好之后 麻烦就整好一些 民生 去照顾我们 到其实 连23条 就是一个 糾纏了很久的东西 都通过了 那时候 政府没有借口了 真的要搞好民生的那些 虽然都知道政府财赤 有些事 是难做的 但是不是说 难做的事 我们就不做的 难做的事 更加要迎难而上 其实我都很希望 将来有些 和民生有关的政策 都可以用 23条 效率去通过 不是说 其他事 先摊一年两年 慢慢搞 慢慢浸 先 最好 不要这样 这次这件事 都反映给大家看 原来政府有心做一件事 立法会议员们齐心做一件事 原来是可以这么有效率的 我当然就不是说每日都要求他们这么高效率 因为扯到这样 真是会出人命的 但是在重要事情上 都麻烦拿回这个香港速度出来 这个速度是告诉大家 香港不是快不了 是快得到的 不过 就不是经常都能够那么快 希望所有事早点搞好它 可能去到23号 又或者之后 还会多一两集 23条的节目 大家留言去讲一下分享一下 今集就来到这里 我们就 稍后再见 不过稍后 今天第二集 应该会晚点 比较出 因为我 中午 下午那段时间 有事要去做 好了 就这样 拜拜